韩星、玄冰和孙艺珍在拍摄《爱的颇降》时因戏结缘 上月末在首尔举办婚礼,正式结为夫妻 因为巨星身份,不仅得到全球媒体和网友关注和祝福 也必须面对不少困扰 比如4月12日,当两人来到洛杉矶度蜜月时 就遇到场突如其来的小风波 在机场刚一出现,就被驻守的粉丝团团围住 长达30分钟寸步难行 好在两人都超有耐心和爱心,不停给大家签名合影 让围观者乘行而来,满意而去 没有造成更大的困扰 这也是两人结婚十余天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从网友公开的视频来看 玄珍夫妇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局面 两人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出口的时候 发现守候已久的粉丝 玄斌开始打电话联络车辆 孙艺珍则趁着闲暇为大家签名合影 场面一开始还算融洽 不过当地的粉丝缺乏组织和秩序 诸多围观者用各自方式拍照 有人把对方当成背景自拍 也有不戴口罩者接近孙艺珍 甚至曾要求他也摘掉口罩合影 表现很没有礼貌 这一场景让在一旁打电话的玄斌非常紧张 非常严肃的伸手 表示让大家往后退一点 保持一定距离 引发粉丝的略微不满 孙艺珍则似乎一直没受影响 心情大好 一直表现得非常亲切 满足了大部分粉丝的签名与合影要求 据了解 玄斌孙艺珍当天 是因为在当地联系的车辆迟到 所以出现了混乱的一幕 两人在出口滞留半小时后 被导游带来的车辆接走 此时玄斌也有阴转情 在临走前不断向人群微笑挥手 大概是在为之前的严肃而致歉吧 两人的下一站将在夏威夷 度过一段甜蜜的旅行 虽然发生一段不愉快的插曲 但是网友还是非常支持玄斌的举动 即上次为妻子拎包之后 再度大家表扬 毕竟是非常时期 身为丈夫 为了保护妻子 缺失一点风度也是情理之中 祝福两人蜜月愉快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玄斌孙艺珍命运般的缘分 22岁缘起 28岁错过 32岁相遇 40岁结婚 玄斌和孙艺珍结婚了 浪漫又走心的婚礼 让人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两口子的浓情蜜意 海外蜜月旅行 也是一路撒狗粮 玄斌全程呵护妻子孙艺珍 异国机场对视搭手 好不亲密 娱乐圈明星夫妇那么多 为何玄斌孙艺珍 让人如此上头 两位的旧堂和新堂 可以说都被盘包僵了 为何我们还是磕不腻呢 一方面是他们的爱情 让我们相信了命运的安排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婚姻 让我们感受到了纯粹的美好 22岁缘起 2004年10月的江南某影院 孙艺珍和玄斌 第一次迎来了交集 那年的他们都是22岁 24岁缘续 命运的齿轮转呀转 两年后的栖息 两位的名字再次被串起 串起他们的是热情的网友 24岁的玄斌和孙艺珍 高票分别当选了 润月七夕 最想与之约会的男女演员 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名字 第一次并列出现在搜索引擎上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当时留言区一条 你们真的在一起约会就好了的戏乐 会在12年后成为现实 在正式合作前 玄斌和孙艺珍 其实有过两次错过 对于擦肩而过的缘分 后来的两位都表示很遗憾 28岁错过第一次 在28岁那年 两位其实是有合作机会的 但玄斌由于有更心仪的作品 秘密花园选择了拒绝 第二次 是孙艺珍客串玄斌的代表作 其收到了秘密花园编剧的客串邀请 以孙艺珍本人大明星的身份 出现的大结局 这是孙艺珍从影以来第一次客串 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次客串 那句 怎么 你不满意我吗 似乎在隔空喊话男主角玄斌 毕竟她是个胜负欲满满的女人呢 正在和何志愿拍摄结婚戏码的玄斌 压根没想到 这个重量级客串的嘉宾 会是自己未来的老婆 虽然在同一部作品见面 但两位并没有面对面标系 玄斌大结局拍完就去服兵役了 自然也不可能听到大结局孙艺珍的喊话了 十二年后 该剧的插曲出现 很应景地出现在了玄斌和孙艺珍的世纪婚礼上 玄斌的心意我不说大家都懂吧 或许是命运的不舍让两位就此错过吧 十五年后 三十二岁的两位终于正式相遇了 三十二岁相遇巧合的是 红毯环节的玄斌刚被主持人追问 有没有结婚计划 后台他就遇到了未来的老婆孙艺珍 在第十八届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开幕式颁奖礼上 同岁的玄斌和孙艺珍不期而遇 迎来了出道近二十年来的首次铜矿 这次串起两位名字的是主持人 彼时的他们都已经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是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新人演员们尊敬的前辈 玄斌手握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秘密花园等多部爆款 更凭后者拿下大赏殊荣 而孙艺珍也手握恋爱时代 妻子结婚了 摩天伦等树不利作 是备受瞩目的侍候和影后 因为同样出色的成绩 两位才一同获得了当晚主办方颁发的最高荣誉 制片人选择奖 才有机会并排入座嘉宾席 才能一起走上领奖台领奖 三观一致在颁奖台上初次体现 一前一后发言的两位演员都说出了那句 会用更优秀的作品回馈大家的支持 真正合适的人是会有磁场的 当孙艺珍说出谢谢大家后 台下一直没有交流的两位在台上不约而同地对视了 两位演员都害羞地笑了 可惜如此被制片人看好的两位演员 却在此之后四年都没有作品撮合他们见面 哪怕小到拍摄一部广告的机会都没有 缘分似乎在考验他们 让他们各自继续成长再相遇 36岁相遇 退伍后的玄斌通过动作片共筑成功转型硬汉 孙艺珍通过德惠翁主获得大中影影后 36岁的他们终于在顶峰相见了 所谓缘分就是不早不晚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串起两位演员的是协商导演李中希 感谢他让玄斌和孙艺珍这两条平行线有了真正的交集 本就互相尊重和欣赏的两位自然是一见如故 数场录演活动下来 关系也从隔着屏幕演戏的同事 变成了一起约饭逛超市的朋友 深知缘分太深 不愿再留遗憾 一直很低调克制的玄斌和孙艺珍都变得尤为主动 多次公开喊话 想在爱情剧里面对面演戏 朴志恩编剧《心领神会》 短短半年为两位量身打造了一部 爱情题材的电视剧《爱的迫降》 也成全了他们的幸福 38岁二搭 此时已经39岁的玄斌和孙艺珍 十分珍惜周遭的一切 自然也不愿再错过本次合作的机会 双双不顾绯闻满天飞选择了出演 好演员成就好作品 好作品成就好演员 《爱的迫降》大火全球 两位的爱火也被点燃 两位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对彼此的心意 因为害怕沉浸在抉择里无法探究真心 剧中后的两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冷静 39岁认爱 但越是分开 越是想念彼此 临近40岁的孙艺珍 终于勇敢地接受了玄斌的求爱 初到21年的他 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幸福 同岁 同频率 三观一致 志趣相投 势均力敌的事业 相同的学识和阅历 以及同样温暖友好的家庭关系 家人 朋友 粉丝的一致支持等因素 都成了这段缘分的助攻 好的缘分 都是共同成长和彼此成就的 恋爱后的玄斌找回了曾经的少年气 小容时常挂嘴角 恋爱后的孙艺珍勇敢做回小女人 变得更加俏皮 他们的人气不降反升 合体拍广告捞金 身价水涨船高 40岁结婚 娱乐圈有缘分的恋人很多 但把缘分变成命运的恋人并不多 孙艺珍的睿智和阳光征服了玄斌 玄斌的踏实和温暖打动了孙艺珍 理性又美好的两位 果断选择携手一生 恋爱一年 在40岁到来之际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上 两位名字被司仪串起 婚姻只是幸福的开始 他们的爱情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 用行动 把甜甜的偶像剧照进了现实 活成了大家期待并羡慕的样子 等一两个小时 也很伤心 肯定是否删的 吉他 好的 你看